好 那我们继续刚才新增资料 那我们这边会打一些资料确定之后就会进去 好 所以这时候我们这边还要做一些修改 那首先我们也是一样我来做一个view的资讯 那我们这边先暂时再多一个 那它会显示 那一样我们这边要建立一个view的资讯 那一样我们这边会做一下注写 表示这个底下这个是上面这个的结束 那我们这边会做一个APP new view 圆键是 圆键是 圆称 然后APP 就是上面这个ID 它会带给它资料 data data data是给它一个物件 这个是 要看这个有没有载入成功用的 如果它这里会秀出来就是载入成功 那我们还会给它一个这个收集上面这些资料的 一个物件 所以这边我们先来表示一下这个是 那 待会才会很清楚 因为 不然的话会一大堆东西 然后会给它一个 空的 好那我们先来看一下这个OK是不是会秀出来 那我们继续改 那我们要把这个物件绑上去 好 所以 固定一下 那这里它是可以用的叫做 nmoto 方式去做绑定 那可以绑定一个名称 就是它底下这个 那给它一个物件的名称 比如它是ID 那我们直接拨得来感觉就好 这是名称 那上课的时间 那上课计费的方式 人数限制 那有一个值得限制 现在是先取这样 那这个东西呢 它是要做进行这样双向的防御之后 就是使用者如果在输的时候 他就会自己把它存进来这边 存进来这边的时候 然后当我们去按确定的时候 我们也要这边也要绑定一个东西 所以我们这边绑定一个方法 所以它的方法是在这里 我们也要绑定一个方法 所以我们就有这个方法 我可以去按确定 所以我们可以按确定 我可以按确定 那还是在这里 那我们可以按确定 我們來測試這個點下去是不是真的會把上面輸入詞傳回來 所以我們一樣做一個alert的動作來看一下 那如果說你要取得它裡面的詞的話可以用lis 表示它這個app本身 我們來試試看 我們這邊有出課程的名稱那些東西出完確定之後這邊應該會把這個抓出來彈出來 沒有彈出來 那我們再來看一下是不行嗎 我們沒有綁定給它 所以這邊方法要綁定資料變速的話是用vmart 那綁定方法的話好像是小蘇克利克的樣子 那這個名稱就給它 好 來試試看 有沒有 比如說名稱叫做跳舞 好 它就要綁定了 好 那這個是使用這個的好處 那所以到時候 取消的話 取消是不是要關掉 取消我們這邊也可以給它一個取消的方法 我們把它清空好了 取消的話我們把它清空好 應該是一個諾 應該是一個諾 不知道是給它封的還是 沒關係我們先用封的看看 好 這邊一樣去綁定一個clink的方法 好 所以這個 如果到時候我們這個點下去之後 它就會去呼叫這裡面的pancel的方法 pancel的方法會 說你去幫我把裡面class object 這個東西變成一個空的 所以資料裡面填的資料應該就不見 我們來試試看 點一些資料 然後我取消這邊資料應該就不見 好 這樣看起來是ok 那我們把資料收集完之後 就是要丟到 課程管理的這個create 不是 我們要丟到另外一個就是 這邊的資料 看一下 這邊的資料收集完之後 要把資料 傳給課程管理一個 Function 而且這個Function呢 我試試看怎麼可以利用這種 同樣的名稱來取 但是這個是有帶一個參數的 帶一個 不知道會不會出錯 那我們先給它去丟到log去好了 記得log嗎 就是這裡我們之前之後會在這個紀錄的地方 所以我們打算說這個地方它會彈出中間那個輸入的視窗呢 那收集完之後反而是呼叫底下這個 而且傳進來一個物件 那物件就會看我們要存到哪裡 就在這邊做 所以這時候呢 我們就會去呼叫囉 那呼叫就是點擊這個確定 所以我們這邊會去呼叫做google的東西 那我也是懶得打 就直接去call 之前的 從之前的 那我不知道它這個list的話會不會去鎖定那個物件 先不去管理這個物件的東西 先不去管理這個物件的東西 這個待會再出 我們先來看看這樣可不可以拖起來啦 啊 新中文我們當時也是給它不用把防衛資料 但比較單純 先來做一下 我們去跑一下這個 這次是有代表的 參數的那參數是要帶給它什麼 參數就是收集的資料啊 這個啊 我們剛才講收集的資料都會收集在這裡 好 所以執行完之後到時候我們就可以看出 紀錄這邊會有個東西是一個物件 嗯 物件不知道是不是可以顯示出資料 不曉得 嗯 嗯 不曉得 哦沒有這會寫是ok 好 這是我們理想狀況 要先登 嗯 嗯 嗯 好可見會有問題 你看點下去不會動 好 那表示會有問題我們來看一下 所以或許沒有辦法用這樣同樣名稱來做 我們改一個名稱看看 看起來真的不能取同樣的名稱哦 好 好 那 先看一下會不會LOG進去 好了 確定 看一下LOG有沒有東西 有 ok 好 那其實這邊有一件事就是說你按確定之後這個頁面應該是要不見 你新增完了嗎 所以呢 這個要怎麼讓那個頁面不見 所以就是 這邊可能要做一些處理 我們來看一下都會取得一些東西 沒有拉下 一定會 我們來看 謝謝 沒錯 我們來看 我們可以回覆一下 好 謝謝 我們來看 謝謝 蕭蕭蕭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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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來看一下是不是應該把它移出來呢 我們看一下這個 可以比較容易關掉 我們試一下 那這個的話 哇 這就是 好 好 先暂停 找到通法了 他是下一個 好 一樣是HOST 他做一個COST的動作 那就會把他關掉了 好 我們來試試看 我們順便看一下值有沒有傳進來好了 那我們所以我們這邊就會LOG一個OPJ的值 那OPJ他會有什麼呢 應該是會有一個姓名吧 好 我們來看一下 好 那我們來執行囉 好 那課程的名稱應該是課程名稱啦 叫5克 按確定他就關掉了 而且他資料會傳進來這邊 那這裡面會有一個叫這個名稱的 我們做一個LOG的動作看看 要5克 所以沒問題 好 那就是先待會再把他資料收集起來 那待會我們要考慮一下要把資料丟在哪裡 那我們可能會用Firebase這個資料庫 所以待會我們再來處理這個問題 謝謝你 谢谢观看